若是不幸 你依止一位没有智慧 具有私心的上师 以贪嗔来毁坏佛教 仅仅是听闻一些佛法的皮毛 便自认为自己是大修行人或宗派 法教之持有者而生 娇慢心 欲试便说 我已经观察过 这个合理 这个不合理 有很多 他就是可能他是由上师 仁波切的法弦 可能他的学术地位比较高的 都过很多书的 或者等等的这些很优势的这些条件 那就傲慢了 我已经讲很多次 学很多的人 你只要傲慢的代表学美好 没有学好 学好的人他不傲慢 那他一傲慢的时候 他就会认为 我是这方面的权威 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个合理 这个不合理 这个对 这个不对 那个对 那个错 就有人来跟我讲 一样是修密宗的人 他跟我讲 这个谁谁谁 那个就是对的 谁那个就是不对的 他很爱讲这个 你凭什么去讲这个谁对谁不对 你懂他多少 我敢打赌 你连你邻居在那边吵架 一墙之隔 这么近 每天住着一墙之隔的人 那两夫妻吵架 谁对谁错 你都说不准 我敢打赌 对不对 那这么远的某某法师 你只是听 你只是媒体看 你就说他这个对 那个错 这个对 那个错 未免太武断 最容易的就是这个法师 去说某某法师好 某某法师不好 其实我请问你 你自己是一个学佛的好 红法的一样 你自己是一个法师 你说这个法师好 这个法师不好 你是亲近过他 你是诚世过他十年八年 你怎么知道他好他不好 他连他儿子 他女儿 他师兄弟都不知道他好不好 都知道一点点而已 你都没有亲近过他 你会知道他好他不好 那他会很武断 我听他这么讲 我就知道他好 或者他不好 言谈之中 透露了自己的无知 就算是邪师外道 也有很多的信众跟从的 对不对 导致很多这些人 被他错误领导 盲目跟随 附和 还有人因此 跟随这种恶知识 造下深重的恶业 舍弃了政法 因为他跟这个 追求解脱到 背道而止 他将来 做金刚地狱的时候 他旁边这些图众 这些跟随他的 都会一起下去的 你看到 这个远离他 不然共业就被拉下去了 而且这样会远离政法 相当相当危险 但是这话说回来 也不是说你要观察 就能够明辨 要远离就能远离 他都跟自己的 罪服因缘有关系 跟你的善恶业的因果有关系 金庄言论云 文后 具智慧 若棒 所文法 献种种身相 余则 为何做 这个就跟前面讲的一样 你听闻 正法以后 你就会生出智慧 但是 你又去 棒 回棒 否定这个正法 就献种种的身相 真的是愚痴至极的人 所以我们这 反复众生在学佛修行的人 特别小心 不小心沾上这些恶业因果 那真的就是 有的时候这场景 都在受报 自己都不知道